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几课所见的一张海报的一个画布 我们对这个画布进行简单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先将它的背景填充成一个颜色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比如说就选择这个蓝色 那么给这个背景做一个填充 out加上delete键前景色填充 这些内容大家可以提前了解 之后的话你都会给同学们做一个讲解 那么我们接下来用这个圆形去做一系列的装饰 圆形去做一系列装饰 或者说呢咱们就是直接去新建一个涂层 给它画一个圆形的选区 那我们给这个选区呢去填充一个肩变色 这里咱们把它的颜色改成一个青色 OK 然后也就是青色到透明 那么咱们选择这个线形肩变 那这样给它做一个肩变球 看穿加地取消选区 我们可以给它去放在一些位置啊 或者说呢给它去旋转 缩小 放到左侧 或者是放到外侧 那我们把这些球呢再来复制几个 再次复制 OK Ctrl加T缩小 那么我们再来改变一下位置 OK 那么简单的去做一个装饰之后呢 咱们接下来在这里再去打一些文字 好 我们就输入 前锋 UI 设计 学院 OK 选中之后咱们把它的颜色改成白色 字体呢就暂时用一个微软雅黑 或者用这个黑体也是可以的啊 比如说我们用微软雅黑或者是平方 OK 确定 把整体放大一些 好 放在这里 那我们做完这个图之后呢 我下面就要给它去保存了 对吧 在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文件下边啊 利用这个存储 它的快件是Ctrl加S 对吧 好 我们存储 将它存储到咱们的这个文件里边 好 找一个位置 接下来是第五节课 第二章的第五节课 然后还是海报一 或者说是我们给它起个换个名字 背景 对吧 背景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里有它的格式 对于格式这里啊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的就是这个Photoshop的格式 它后缀呢 是.psd 这个格式就是ps它本身的原文件格式 psd格式的话呢 就存储了我们的这些涂层信息啊 以及这些颜色信息啊 是都已经给它存储了 并且呢 是可以修改的 你就是用ps再次打开它 还可以去修改 那比如说我们先来存储一个psd的格式啊 也就是Photoshop的格式 OK 那么存储点击 它会出现一个弹框 我们直接默认确定就可以了啊 那现在呢 它这里的名字是不是就改成背景.psd了 对吧 就是你刚刚起名字的那个啊 我们存储这个背景之后啊 存储这个原文件 格式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再给它存储成一张 go pg的图片 那你像你把这张图发给别人的时候啊 或者让别人去看的时候呢 你不会直接发给它原文件 你要发给它原文件的话呢 对方呢 是需要有ps这个软件才能打开的 那我们最常见的图片格式就是啊 go pg格式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再给它去存储一个go pg格式 再去存储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看啊 文件下面的存储 这个就变灰了 因为你刚刚已经存储过了 我们需要再次给它存储一个格式的话 就需要选择存储为 ctrl shift加上s 好 我们存储为同样是背景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点开啊 格式里边来 下面有一个go pg格式 要选择go pg格式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存储 好 这里呢 它会出现一个go pg的弹框 呃 你呢 可以去选择它的一个品质 品质越大啊 预览下方这里啊 它有一个图片的一个大小 也就是占用内存的一个大小 它肯定就会越大 那我们在这里呢 比如说让它品质最佳 那么它是不是就由刚刚60多k 变成了120多k 对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选项这里啊 好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刚刚所新建的 呃 这个所存储的咱们的呃 原文件格式 以及go pg格式 再有一种比较常用的格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png格式 这个png格式呢 就是没有背景的这个格式啊 那么当然这张图片呢 它的背景呢 有一个蓝色 对吧 如果你把这个背景关掉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哎这个球球还有上面这个呃字体啊 对吧 只有这些保存 那你存储为png的话呢 肯定啊 是需要把这个背景关掉的 否则那它跟go pg的话呢 它所显示的效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 它这个背景也存在 上面也存在 那么png的格式是适用于抠图来用的啊 适用于抠图来用的 咱们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球体和这个文字从这张图片上抠下来 那你呢就可以把背景关掉 这个时候在文献这里边呢 去给它做一个存储存储 存储为 存储为 好我们选择这个png 来下面这里有一个png的格式啊 这个是没有背景的 好那么在这里呢 点击存储 点击确定 那么这样的话啊 png的格式就存储好了 我们同样把背景打开 再来认识一个格式 是我们最后啊 这一刻需要认识的一个格式 就是在存储为里边 去选择tif格式啊 tif格式 那么这个格式的话呢 它是无损压缩的一个格式 经常用于印刷 经常用于印刷 所以说呢 大家也要记住它 tif格式 那么选中了它之后 点击存储 好点击确定 OK确定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文件就存储出来了 多少个格式 大家来这里看一下啊 首先.psd的格式 .gopg的格式 .png的格式 .tif的格式 也就是我们存储出来了这些格式 那当你把这个文件去关闭的时候啊 那你再次打开它 比如说你像这里 它会出现一个 你上次打开的这个 这些文件 比如咱们打开这个背景psd的 那么它这里边 是不是就包含了我们这些信息啊 你去移动我们的 移动咱们的这个文字的一个位置 OK移动到上方 然后移动球的位置 这些是不是就都可以啊 对吧 也就是说它把这些涂层信息 还有颜色信息啊 以及我们的文本涂层等等 这些信息呢都保留了 并且呢可以再次修改 这就是原文件的格式 那当你再次打开这个 我们剩下的这三个啊 打开它 来你去看这几个图片格式 第一个gopg 它是不是只有一张图片 你想去移动咱们的这个文字 移动球体的话 它都移动不了 它仅仅是一张图片 以及这个png 是不是没有背景 对吧 然后再有的话呢 这个tif啊 这个tif的话呢 它也保存了这些涂层 对吧 比如说这个 我们的文字涂层也要保存 球体啊也要保存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tif格式啊 它还是可以修改的一个格式 可以修改的一个格式 然后这几个格式的话呢 就是需要大家去记忆的 我们经常用的呢 就是psd gopg png 和tif 那么大家在做图的时候 首先就要保存这个 原文件的格式 再有呢 根据你的需求去导出 去保存 gopg啊 png啊 或者是tif格式 印刷就保存tif 那么我们不要背景啊 想要透明背景 就是png 我们普通的图片的话呢 就是gopg 常用的图片 就是gopg 好 那么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 存储以及存储的格式 呃 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就是把它去关闭就好了 在关闭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弹框 问你是否去做存储 比如说这一张 我们不想存储 啊 就是让它变成之前 之前没有修改的样子 那你就选择不存储 那么包括我们这里啊 点击插调 插调 以及tif这里 也是不再存储 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 存储 存储格式 以及关闭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同学们拜拜 拜拜